你不敢坐游轮 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位大叔 老黑他现在已经跑到哪里去了 他可以在美国使用 他在很多其他小国家 其实他都可以用 有些小国家的话 他你愿收美金 他都不愿意用自己国家的货币 但有个重点就是说 你要尽量带小面额 所以我的比较名 会带一些美金的银行 都是一些小面额 也不用太多 除此之外的话 另外我通常会带一到两张卡片 经常就一张就够 前面卡片就是一张 普通的这个台湾的银行的金融卡 我这张卡片是富邦银行的 各家银行都差不多了 那这张卡片 它本身也是一个信用卡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地上 所以它可以当成信用卡用 还有一点 它可以在全世界各地的ATM领钱 当然先具条件 你需要现在台湾银行 开通那个国际提前的很多功能 那么你这张卡的背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有一个plus的标志 你只要在国际任何国家 看到有plus标志的ATM 这张卡片都可以领钱 你需要多少就领多少 所以不需要领太多 这张卡片的左边天下都通行无阻 那除了这种 我偶尔会拨在一张备用的卡片 这张是中国的银联卡 那么银联 账户里面要有存款在一起 现在是晚上已经将近十点了 很多人都还在这个户外的酒吧地区 喝一杯也好 或者就坐在那边 就听一些现场的演奏也好 因为现在我们的船还在东南亚地区 晚上事实上天气是非常舒适凉爽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出来 不管是喝一点酒也好 还是跳跳舞活动一下也好 再过几天 当我们才进入到了欧洲地区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像这样 还在户外这样 因为天气就会变得太冷了 这样子龙下疯了 你还在这里 你还在飞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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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这个现在上面的船上人都没有戴口罩 目前看起来好像一切都还是很安全 祝福这个一路一定要平安 现在这个他是邮轮55天之旅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陈老师 你现在出的最新新书 两位大叔都出新书 上班族的ETF赚钱数 你们两个人都排行榜第一名的 这样出新书是 他第一他第一 我51 另外一本是只买四只股年赚18% 这个是三年前的书重新再版的 把当时很多的指数跟股价做个修订 另外多写了1万字必胜七大新法 OKOK好全新加强版 这个陈老师 因为现在你其实已经离职了 对没错 放掉铁饭碗 高职老师 其实怎么讲 其实我们后来 其实人生我一直在想这问题 你说像六合大叔就很欣赏他一点 他每次都笑嘻嘻的 对啊他刚才好悲观好开心 对不对 讲悲观是很笑嘻嘻的 所以我们就想说你人生 你人生到底为的是什么 对不对 我们从小也是读很多书 像六合大叔是台大毕业的 我研究所考到台大没有去念而已 对不对 但是所以说我们就说 读那么多书你为了什么其实还不是为了五斗米嘛 对不对 你说像我们后来我们就跑去当公务员教书嘛对不对 稳定嘛 希望图个退休金嘛对 其实大家说退休退休是要有退休金 可是我后来想想不对 等到退休金已经老了 因为我们公务员只年改 而且也不迷人了 也不迷人了 所以说后来想想我们就碰到一个问题了 你要熬到65岁的还是把剩下的时间来像大叔讲的第三人生嘛 那我自己就讲说我们就是最后一个人生最后一个大概25年了嘛 对不对 前面一个25年就是努力读书啊 对不对 现在是活到100的啦 还要50年了 还要50年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后来是想一想觉得说为什么可以提早离开学 其实很简单啦 所以我们在书上是常常强调的被动收入 被动收入 你说像我台积电报20几年 中心已经报10年了 里面多少优秀的员工啊 在帮我赚钱呢 那你看我每年我今天早上还在逛公园 对不对 我没有去坐游轮逛公园 所以说我们过去其实我也上班25年了 25年的话我们就是第一个认真工作 其实以前很累啊 我白天带一个班 夜间不该带一个班 我双导师 双导师 中间的时间 在留学的时间 早上7点半到晚上10点半 那中间很长时间我还写教课书 教课书还写了20几本 讲真的 所以说我写书会赢师大叔一点 是因为我教课书写比较多 对啊 但是我们重点是都是买好公司的股票 帮自己累积什么 被动收入 所以说其实被动收入才是最重要的 就算说再好的工作 你总统给我当都不想当 薪水才多少钱 我们还是喜欢的是被动收入 因为你不用去工作 钱会进来 这个才是被动收入 所以说我在去年在挣扎说 要不要离职 因为我年质还差五年嘛 对啊 就最灰底路了 对 但是后来我就看到书上 其实我们以前都讲过二八法则嘛 你看超商 超商卖的最多的 最好的是20%的商品 饮料啊 泡面啊 但是创造80%的营收 可是80%的商品 像报纸啊 杂志这没人看的 只有创造20%的营收 获利 那以我自己来讲 因为我被动收入已经增加了嘛 对 像写书有百岁可以赚啊 股票的股利 股票的股利可以零啊 对 我后来发现我在学校 花了80%的时间 只有帮我增加20%的收入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 最主要说我慢慢年纪大了 不再三四十岁了 我如果像主持人 还这么年轻美丽的话 年轻的话 我会再需要再打拼 对 但是我们后来看了 也是四大 大叔那一本什么 第三人生 那本书名叫 第三人生任逍 我们看了也是很有感 可是他在逍遥再晚了 你还是继续打拼啊 写书我还是很认真 你是不是停不下来 现在慢慢的 大叔也很认真 你到60岁不要再努力赚钱 现在50岁还可以 所以说我后来觉得说 我们还是 因为年纪大了 反正要把时间放在最有效的地方 就这样 所以说后来想想 算了吧 反正就是 就把位置让出来 给更热忱 更年轻的老师 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这样子 OK 所以老师你一个观点 你觉得说很多人 这个优秀年轻人 譬如去台积电打工 其实也是打工仔 你还是没有办法 帮自己打造完全的被动收入 其实我自己教书 我自己教机械 我后来慢慢有一个感觉 其实说台湾人 你看我们读书 你说像我读到研究所毕业 读18年的书 18年你毕业以后 你要在公司上班 上班25岁35岁 你要上班到65岁 三四十年 你都在帮企业赚钱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基优生台积电 台积电 绝对是台股的基优生 这个没话讲 对不对 可是你看他去年 台积电 你看他去年配了三次股利 对不对 后来后面两次是基配型 你看总共配了3000多亿 外资拿走多少 拿走2600亿 因为外资持股八成 拿了2600亿 所以说你会发现 台湾人都在帮外资打工 那我有时候在想说 台湾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对不对 你看香港反送中 你就气得要死 那个肺炎你就气得要死 可是你看 外资爽爽 因为香港从台积电 拿走2600亿 那台湾人为什么不生气 其实是我们的方向错了 我们还是努力去创造主动收入 就是读书工作读书工作 那被动收入呢 所以说还是要认真做投资 被动收入才会站在你这一边 所以这本书是讲 ETF被动收入怎么赚钱 是 那现在四支股还可以赚18% 今年我没有那么 今年我没有这么乐观 因为出这本书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武汉肺炎 但现在不能改书名了 那我意义在这本书最增加的就是 所谓的七大心法 今天时间有限 我想说大家去看书吧 好我们今天谢谢三位勤男 跟我们分享 祝福大家投资平安 那么为自己创造被动收入才是王道 拜拜 敬虞 翌尔 装 三位 三位 加将 三位 老门 四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